從前有一隻經常失眠的狼仔來找大紅醫生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狼仔,狼仔,在你哪裡不舒服啊? 我每晚都睡不著,很辛苦啊,你放下我好不好? 哦,那你這種情況維持了多久啊? 很久啦,一年左右啦 蛤? 大紅醫生被狼仔嚇倒,於是很認真地幫他檢查身體 但也找不出是什麼問題,所以最後就替他這樣說 不如這樣啦,你去數一下,我教你數一下綿羊 數一下數一下你就睡得著了 好啦,我就接著做啦 啊,我睡不著啊,我睡不著啊,我睡不著啊 我睡不著啊 小孩,小孩,不如你喝杯奶才睡吧 狼仔喝了奶,試試睡,但好像也沒什麼成效啊 第二天,狼仔媽媽和狼仔一起去找大紅先生 狼仔一起喝酒啊 Ka ela 黠小孩和狼仔都 crack 嗯,那樣啦 我這次可以養麵酬給你吃呀,好不好 好呀 但是吃了安眠藥的成效好像不是很大 最后大红医生忍不住去看老仔睡觉 大红医生看着老仔睡觉 大红医生支持着不睡 但是一个一个钟这样过去 他真是忍不住了 大红医生睡着了之后 突然之间有一阵行回声 大红医生已经醒了 这个时候他看着老仔 看到老仔口里面说一些东西 哇!我突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医生!我个儿子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是他 各位同学你们猜不猜到 刚才老仔发生了什么事呢? 给五秒钟你们想想 五秒钟已经过去了 相信 Queen's de venir 很神经病 想不到的同学 快去地上图书馆藉谁本 flavor 本书除了生眠的老仔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很多故事 你们不要错过 等等等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